在印度选手里面可以说是掌握的比较细密 有很多亚洲有很多印尼选手的技术那个影子在里面 包括他的出手 动作都比较小另外一个隐蔽性比较强 场上的节奏感也不错 对另外这个选手呢他打球呢也是比较出名 这种战术啊出球的线路的佩服啊 的确是比较老道的 虽然他年纪不是很大 但是在场上这种比赛经验呢 还是比较好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他在场上这种步伐的移动 并不是十分的灵活 他往往是用他的技术 还有他的意识去离补他这个 在场上的这个移动不是很灵活的一个缺点 所以今天就要看王一涵如何在场上去调动 使他在场上跑开了 奔跑起来 使他在移动当中去寻找他的防守的漏洞 更多的在移动当中去继续 破坏他在破坏他这种出球的质量 这样我感觉王一涵就会有机会 好非常感谢吴志导在开局阶段 给我们做的一个赛前的分析 观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印尼超级赛女单的决赛 由王一涵对阵内瓦尔 在解说区是广东省女毛球队的 吴云勇吴志导和于嘉欣 在场上的比分是2比2平 内瓦尔再得一分 3比2 3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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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攻球也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接发球关键杀王亦涵一个中路 在女选手当中是比较少有的 在接发的时候马上就攻一半 看来在后面几球王亦涵可能也要更加小心 在发球的时候要更加注意的质量 特别是发高球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稳 从这个球也是可以看得出了 王亦涵在接发球的时候手上有一些假动作 基本上那王尔在没有什么 他因为不在他意识之内 他这种步伐挣扎能力是非常差 基本上那脚动都动不了 所以王亦涵在往前拿到主动的时候 可以大胆的去做假动作 在发球上的一个失误 可能对这个落点的要求比较高 我感觉现在王亦涵他还是要 在发球接发球的时候 还是要先稳定一下自己的状态先 不要这么着急 开场的时候表现得很不错 很兴奋 现在他在场上这种情绪看来 但是又不能太过了 如果太过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自己的节奏 而且精力的一个分配 对 如果自己节奏不好的话 在场上就会出现一种很不锐的事物 这个球是在正手被动的反击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打到位 这个球王亦涵在揭发球的时候 是揭发的不是什么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内瓦尔他发起突击的这个击球的高度 对 目前这个球的落点和他的这个抛物线上 对他来说应该是比较顺手的一个进攻 从这几个球看来 当内瓦尔有机会让他就位置好的时候 让他这样去突击的时候 他这个球速啊 然后他那个凶狠性啊还是比较好的 对 所以呢 我感觉王亦涵一定要打到他自己想要的位置 一定要想办法 特别是揭发短球的时候 想办法推过人 嗯 就是球的抛物线要打起来 不然的话 内瓦尔还真的杀得挺凶 翻高球注意防守 对吧 这个阶调接得很好 现在王亦涵就往前 这个阶调这个点呢 拿得比较高 但是这个对角高球打的节奏 还有这个弧度 包括质量 不是这么好 对 刚才所以在回球的时候啊 你看 他打过去的时候 内瓦尔并没有移动太多啊 而且拿这个点拿得非常舒服 对 所以他攻下来的球也是比较凶狠的 因为王亦涵给自己打打气 嗯 对 王亦涵现在要稳定一下情绪 我感觉在从接发球开始啊 要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好了 才去接发球 但是今天好像王亦涵在后场 这个突击啊 这个点啊 打得并不是十分好 你看他每个突击的球 都是打在内瓦尔的手上面 啊 内瓦尔去救球的时候 并不 并没有去移动啊 都是在 都是在中心位置 只是移动一步 一小步就可以接到你这个球了 啊 这球也比较悬了 刚才内瓦尔本来有一个反拍的中路突击机会 但是还是机球的时候拍面一滑 对 滑到空档上 这个 这几个球呢 内瓦尔在场上呢 他就步伐就跑起来了 啊 当然跑起来的时候呢 往往有一些球就会影响他手上的感觉了 所以王一涵这个球能不能打到位 把他拉开 能不能把他拉开 是今天他能不能拿下这场球的关键 好球啊 这个球就推得非常漂亮了 这个球推球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是在中路推一个他的头顶区啊 而且是带着滑板过去的啊 发扬球要注意准备 注意对方的下压 看来现在内瓦尔那边呢 是一个顺风的场地 所以呢 内瓦尔他在揭发球的时候 他就采取我下压 下压我就跟进往前 我推不压你啊 所以呢 王一涵在发球的时候 一个要注意啊 一个要注意 发完球要接下压球 另外一个在接杀的时候 要适当 要拐对角啊 不要让内瓦尔上来的这么顺啊 对 杀杀往接下一排的连接接得很紧 对 哦 这个往前的钩对角 对 战术意图也非常好的来 对 这几个球王一涵在往前 拿的点是拿的非常高的 包括他的推球啊 已经把内瓦尔调动呢 已经完全调动开了 对 在下手处理球了啊 被动球了 只是在这个球处理上面啊 自己犯了错误了 稍微急了一点 其实王一涵应该还是具备这种实力的 对 接下来更好的如何更好调整自己啊 嗯 地区的比分非常胶着 内瓦尔现在领先10比9 王一涵呢 这个球啊非常要注意啊 头顶打对角 已经是第二 第三个球 在前面 一个头顶打对角 这个节奏啊 掌握得并不这么 我宁愿打高一点 远一点啊 让我自己有时间去回动 准备啊 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啊 打了平高球啊 这个球其实打过去是 感觉速度是很快 但是没有过到内瓦尔的球 所以内瓦尔只是一个侧身 马上自己拍就可以打下来 所以呢 打的王一涵就比较难受 内瓦尔11比9进入局间的间歇 那么内瓦尔是赛会的四号种子 王一涵是三号种子 第一局上半局的这个比赛的速度 还有场上的节奏都非常快 对 这边是内瓦尔 他在顺风的这边啊 他就是采取一个 我要下压进攻啊 利用他这个杀球啊 得到往前的主动啊 来推扑压 或者来控制王一涵 刚才我们也说到在09年呢 同样是在这个场地 内瓦尔是战胜王林 夺得女男冠军 那么王林在上一战的比赛当中